早上,早上求婚 诶? 错完电了 还在原地呢? 还在原地呢? 但是还在原地呢 随着这个正式文本的推出呢 我们又和大家见面了 正式文本里面呢 有看到要构建一个海、陆、空、中环覆盖的现代化城市交通体系 还会以这个邮公交、控车辆、顺道路、窗布行为目标 去改善这个交通环境 这个就是窗布行的例子 好像这里也是窗布行的其中一个例子 而且在优化布行系统方面 其实澳门和陈仔都有工程在做的 又或者是控车辆方面 政府其实是用经济手段去控制车辆数目的上升 而且随着陈仔客运码头的落城 还有澳门国际机场的矿建计划 其实政府也是很有决心 做好海、陆、空的交通体系 好,今集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再和大家探讨一下正式文本里面的其他内容 拜拜